然后放点干辣椒,五颗干辣椒在这里 哦,我们的第一套菜很顺利哦 yo,各位亲爱的关注朋友们 欢迎收看小飞翔的游戏实况 那么今天小飞翔是一名大厨啊 来玩这个喷热模拟戏 那么给各位小伙伴来展现一下我们中华小当家的功夫 第一道呢,是这个寻鱼啊 我们首先从冰箱里拿出这个鱼 然后跟着提示来做啊 这个提示让我们把鱼放到切菜板上 然后呢,然后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厨房周围啊 已经虽然比较凌乱 但是一般大厨都这样,对吧 我们都有需要打下手 但是还没有招小弟,没有关系 我们自己来 黑胡椒,这边说给鱼撒上五颗 哦,这是一个非常,哇,非常逼着的模拟 来来来来,这边左边有数字 OK,五颗,不多不少 我们把黑胡椒放好这边 然后拿上这个千里百香啊 反正就是一个香料 嗯,然后按照这个红的 第五颗,OK 手撒了一颗 OK,五颗 哇,不多不少,这个用量刚刚好 啊,抓紧时间啊 然后我们需要把,到时候需要上菜 让顾客打分呢 这个,我们今天呢,中方想到现在要付出的第一道菜 居然是个鱼啊 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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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香料也是香料 然后,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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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颗 啊,不多不少,非常好 我们这个,一切都在有条不紊进行着 然后把鱼放到烤盘上,把鱼拿起来 烤盘在哪里,在这里 然后是把鱼,把烤盘放在烤箱的上层 知道了吧 把烤盘,先开门,把放在烤箱的 哎,哎,哎,上层,哎,然后把门关上 然后开这个东西,OK 然后这个鱼现在在做啊 好,现在让它放着 然后我们需要购买一个柠檬 柠檬,柠檬,柠檬,柠檬在,柠檬在这里 OK,拿着柠檬,柠檬把它放到了切菜板上 这个鱼板,切菜板不用洗洗嘛 上面都是这些香料 嗯,现在是需要干什么呢 拿刀切柠檬吗 我们把刀拿起来 哦,这里有把刀 一切都非常的顺利啊 这个柠檬怎么切呢 哦,这个柠檬怎么切啊 哎,哎,哎,哦,来 AD可以旋转 哦,它切切的方位 要切成四片是吧 那么我觉得第一片 我觉得第一片这样的 一刀下去,嗯,很好 第二片我觉得这样下去非常好 然后 嗯,AD旋转一下 第三片好像不太好切的样子 哎,哎,哎,哎 第三片好像不太好切的样子 这样子,棒 哎呦,我们这个好像切得很平均的样子 非常好 把刀放在这里啊 把刀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现在等待一下鱼 鱼在烤 嗯,远远的就闻着一股香味 是吧 小非常低稻菜 绝对不会差啊 给你们看一下中华小当家的实力啊 呃,这也 这也是 这个稻菜呢也是 这个游戏的第一稻菜 也就是说我们是接手了这个餐厅 然后帮老板收拾个 收拾个烂摊子 然后所以说我们刚把这些 这里是个商店 然后这个盒子又是个商店 把这些东西什么锅啊 刀啊 铲子啊 搅拌机啊 一些配料刚刚拿出来 然后开始了 购买盘子 呃,他让我提示 我拿一个盘子 然后把鱼 要把鱼给拿出来是吧 先把鱼拿出来 烤完了 烤完了 哦,呦呦呦呦 哦,我们能用直接盘子来拿菜吗 把这个鱼给放到盘子 OK 烤盘先不用管啊 先把它放一放 然后那火要关掉吧 烤盘要不要拿出来 太烫了 现在 哦,很烫 哇,很烫 没关系 然后放点干辣椒 五颗干辣椒在这里 哦,我们的第一套菜很顺利哦 五颗 不多不少 看我们这味道好不好 棒棒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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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不多不少 非常好 不要撒到盘子周围 嗯,嗯,很好 然后呢 我们应该要拿住这个 然后呢 要装四片柠檬 好的 柠檬来了哦 柠檬来了哦 哎 柠檬就不用摆盘的吗 啊 柠檬是随便 随机摆盘吗 哦,第四片柠檬 好的 哦,我感觉还不错的样子 虽然切得有点难看 然后把 要拿三个新鲜的 哦,行业 哇,在这里直接摘的吗 一个 两个 三个 完成 等等等等 现在就等上菜了 这就直接上菜了 我这道菜感觉 嗯,感觉非常的棒啊 这个按钮是吗 还可以给菜牙拍照 哇 哇 呃,从哪个角度拍好呢 从哪个角度拍好呢 呃,我觉得 这样 这样拍不错吧 好吧 叮 然后保存一下 OK 然后退出照片 哦,这还可以拍一种景深 哇,这么复杂 哇 还有滤镜 哈哈 居然还有滤镜 开 午夜 哇 哇 这什么滤镜啊 老游戏,老电影 哇 这游戏居然还有滤镜 好吧 我们退出照片模式啊 上菜 看一下能拼几分啊 来 我们的味道是五颗星 哇 小飞镜的第一道菜 满分 看到没有 别人给了我十块钱的小飞 客人很高兴 这道菜卖了三十一块钱 好的 那么明天就要开店了 这么快啊 小飞镜明天就要开店了 呃,我将看到这 哦,这边会有生育值是吧 我要帮这个餐厅恢复生育 哇 我们的第一套菜是非常的顺利啊 我在直播的时候也完了是吧 还可以选择一个特殊技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游戏特殊技能 这个第一个是不不接触特殊技能 第二个是跑的快一点 第三个 第二个是这个双手稳定 切食材是按shift可以稳住固定住物体 哇哦 瓶子不会被打碎 什么 金刚盘子 哎呦 铁杀掌 我是绝技的吗 哎 我觉得不错 徒手取出滚烫的食材 我觉得这个 嗯 不错 然后选择三个积分 我们来看一下 食材呃 在不影响的得分的情况下 顾客多付钱 然后这个呢 是增加烹饪积分 然后每日任务 还有厨房装饰 还有额外的经验值 那么我们就加这个 当然就加这个 让顾客 出更多的钱 这样的话 我们一道菜能 让顾客为我们多出 百分之三十 是不是特别的黑心 OK升级 好 明天开始 啊 这样就是第二天了 那么我们这个游戏的第一天呢 就玩到这里了 呃 如果各位小伙伴喜欢这个游戏的话 一定要在视频下方留言 那么我们还会立马 再做第二期的 嗯 那么今天的我们这个游戏呢 就玩到这里一套满新的 这个寻鱼啊 就做到这里了 各位小伙伴 记得明天准时收看 不见不散哦 拜拜 拜拜